你看徐老师说刚才说诗一样的语言 我也给你浪诵一个 这个各种网友的意见都有 你看有的说 这个加油刘强 这个我觉得刘强只需要对得起自己 别的去他妈 不能说这个粗话 然后说呢 今天的刘强 第一个篮就没迈过去 明显是脚伤 七步上篮本身需要这个脚的力量比平常更大 刘强今天摔倒在赛场上 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就像战士拼杀倒地 只要精神在什么胜负都是英雄 也有呢 平平而论的说 我觉得他早该退役了 这么严重的伤病在身 真的没必要去冒风险去拼了 激流勇退未尝不是一好的结局 这一次依然像一场秀 但是牺牲的是自己的身体 但是还有那个 那就是毒蛇了 你知道吗 这毒蛇说什么呢 人们希望刘强弥补缺憾 愿望是强烈的 想必刘强自个儿也是 问题是奥运会不是斗气逞强的地方 也这话说的就很狠了 说也不是欺骗观众的舞台 如果受伤严重 勉强参赛是违背奥运精神 如果真不能参赛 非得再发令枪响那一刹那 再让大家知道再退赛 那也违背了奥运道德 云云 哎呦还有 你要讲说的难听的 那就难听 都聊到大姨妈去了 我今天看那个BBC 他们就有讲 很大标题说 刘强是中国的阿卡刘斯 就是阿凯莉斯 就有脚伤嘛 就是他最后被你阿波罗 那个太阳神四重 对对对 你说西方的这个评论 对于他们不太熟的中国运动员 往往讽刺挖苦 但是刘强 其实没有 对对 但是对刘强 他们好像有一种敬重 对没错 对 我觉得这个心态比较复杂 一方面的是 我们看成绩他这个没有赢 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对吧 然后可能是一种同情弱者的一种本能 尤其是对西方媒体来讲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个刘强身后的这个粉丝啊 实在是太庞大了 可能也知道中国人民惹不起 他们也就不在这个地方跟你叫板 他们的大公司也在为他拍摄